我们为什么要禅定 为什么要静坐 就是让你极灭为乐 你禅定的时候 就是必须要把你的念头都 没有念头了 眼而鼻舌身意 义根阿赖亚全部关门 一切灰灭 此时此刻 应急扬升 你终于明白什么是佛性 你看见了佛性 这个就是十论金刚法的 日月和伦 日月伦法 什么叫做定呢 你一心不乱就叫做定 佛陀讲的 专心一致 无事不办 佛陀也讲 极灭为乐 这个时候啊 你真正到了极乐世界 难不难 很难 但是我们行者一定要好好地修 去把它完成 财 赦 民 食 税 都是欲望 到时候你没有这些欲望 烦恶也没有 那么禅宗最主要是超越 你超越这些 超越人间 把人间超越过去 所以师尊才能讲一句话 我已经没有什么 这个太痛苦的事情 没有什么痛苦的事情 人家骂我也好啊 打我也好啊 我自己病了也好啊 什么东西都是好的 为什么能够这样子 人家骂我现在不反手 不反口 不会反骂回去 没有 毁谤我的人是很多的 我从来也不愿意提 不愿意再给他缓驳回去 不愿意再跟他辩论 通通都没有 这些都是来帮助我 我修忍辱啊 忍辱到最高点 有果味的 就是无声乏忍 什么是无声乏忍 你能够知道无声乏忍 真正的意义 最深的最深的意义的话 你就明心 你要去了解无声乏忍 他最深的意义是什么 你了解了 你就是见到了 就是我讲的 佛讲的第一 人是好真的啦 人本身来真来真去 真来真去的 有一个妇人讲 我要去投诉 你们医院的护士骂人 医院里面的护士骂人 医生说 到底是谁骂了你们呢 这个妇人就讲 刚才那位护士对我说 动了腹部的手术以后 要等到排气以后才可以吃饭 我问他 什么叫做排气 他说 晃屁 所以你们的护士骂人 其实护士有没有骂他 没有啊 对不对 这个要放气 放气出来的时候 排气 排气就是放屁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 现在的人这样子争了 很无聊的 现在人很无聊的 我师尊讲话也要小心 师尊讲话不好的话 人家说 师尊讲粗话 哇惨啊 我被告了 我这个人 平生有一点 我发现 绝不告人 人家怎么骂我 我绝对不会告你了 你尽量骂吧 我绝对不会告你 你怎么骂都可以 都不会告人 我发的愿望 因为啊 众生跟自己是一样的 所以我从小就是被人家霸凌 从小就被霸凌 一直到现在 人家还是在霸凌我 没有关系 我不会告你 你尽量 你尽量 欺负好 无所谓的 我学到的是 无所谓 无所得 无所住 我学到的是无声法忍 不要去计较这些了 我也希望这个 刚刚这个两对夫妻啊 那个新分 那个夫妻 他们能够敬爱圆满 因为我的经验太多了 不是我的经验 我们的经验 然后我们的经验太多了 我们的经验太多了 我们人的经验太多了 在这方面啊 哇 争吵 争吵 哇 吵 真的是 人间是很吵 有一个电视台啊 在调查这个电台的收视力 就在星期天晚上 打电话给一千个男士 请问你们现在在听什么呢 哪一个电台呢 结果男人 这一千个男人啊 其中有九百三十四个人 是这样子回答 正在听 我的老婆在唠叨 好惨哦 好惨 人家那个都不说话了 修行人很少说 闭着嘴 闭气 那么把气啊 养气 培养你身上的气 又把这个气啊 很平和的送进中脉里面 密教是用方法送进中脉 一般的修行人 一般的修行人 一直在深山里面 很安静地度你的日 有一天你在静坐当中 你会看到光 那个就是极静为热 我们也不计较这个人长的愁跟美 愁啊 在密教修行人 在密教修行里面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修 美的也可以修 长得愁的也可以修 就是用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用意念来修行 所谓观想 那持奏 入三昧地 入三昧地是最主要的 主要的修行 那么持奏 就是在招勤 上师的加持 本尊的加持 腹法的加持 在做这种功课 在观想里面 我们是想念清静的 因为没有办法去取代 你当初你叫他不想 是不可能的 所以密教刚开始的时候 是叫你用观想的方法 观想佛菩萨的脸 他的慈悲的眉 慈悲的眼 慈悲的鼻子 慈悲的嘴 慈悲的耳 他的一切的慈悲的面貌 让你的心 内心 也产生菩提心 密教有三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出离心 就是你知道 这世间是争吵的 要出离这个世间 出离六道轮回 要知道这个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 就是花菩提心 你要去帮助人 去救度众生 这个就属于大圣 那么第三个 就是中观正见 密教友谈到中观正见 就是你有中观正见的话 你就能够深入佛学 深入佛华里面 所以以前讲过的一个笑话 是这样子的 猪八戒去韩国美容 成了帅哥 一次到夜总会去找美女 就擅长以后 这八戒就问美女 你知道我以前有多愁吗 我是猪八戒 这美女就大惊了 他说原来你是二师兄 我是沙悟静 这世间本身 我讲的 这世间本身都是假的 没有真实的 都是假的啦 你以为美啊 美会变成仇啊 他老了 他就仇了 哪一个老的时候 还是很美的 非常稀有 男士也是一样 女士也是一样 不是身体本来就是假的 但是我们用这个假的东西 它里面有先天的一气在里面 有所谓的夜轮菩提心夜意 有所谓的日轮走火 你能够修到日夜何必吗 你能够修到闲击停轮吗 能够这样子做的话 十轮金刚你到香巴拉佛果 一定可以达成 十轮金刚 你也能够成就 我妈你变成 1月15日 星期日台湾雷藏寺 联申法王主团 普巴金刚护魔法会 欢迎您前往参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